营养展览于4月7日世界卫生节在台北博物馆接幕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刘瑞恒主持前财 这个展览会特别介绍人类需要的六类基本食物 第一类是五股淀粉 第二类是油脂 第三类是鱼肉蛋乳 第四类是绿色和黄色的蔬菜 第五类和第六类是橘干 番茄 西瓜 香蕉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注意的 然后上水 肺中对营养均衡的食物示范 吃饭的方法 营养与疾病都有详细的图表说明 这个展览会的举行对国民的健康贡献很大